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别人就给你扬 给你造谣 给你诽谤 所以适当的回复一下 是应该的 张兰在控大S怀居君业的 这种大S律师不忍出售了 我敢发誓 如果汪小菲有一次家暴 我就剁了她的手 大S王小菲开战 钱婆婆张兰仍持续火上加油 而是既要她曝光投诉信 指控大S聘请的律师 对她无限诽谤 甚至向律师过分到 连鬼都害怕的程度 对此邓道金律师 乏文怒哄张兰 你和你儿子将人性之恶展现到了极致 得不到徐熙元就毁掉徐熙元 首先呢凡事要有证材 那我现在就把你今天提到的 出谋鬼的证据放在附近 更有网友爆料 展览先前在直播时 暗示大S出轨 怀居君业的总律师支撑 展览这是诽谤行为 已调取大S和居君业 2018年的出入金记录 证明2018年直到大S做流产手术 两人都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国家 完全没有结束的可能 小杯去报警了 她爆了药棉没爆药量 日语望小杯母子 先后指控大S长期滥用药物 律师表示大S先前 早就在北市警局 验尿毛发财政 希望张兰扁无名化安眠药 一地三纸有声明啊 说谎话的人 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要带你月亮 来惩罚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